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娱乐新闻 迪丽热巴肖战许凯流失失审阅刘涛赵丽颖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的台词真的很好 和佟大为合作的那部剧已经杀青了 从预告片来看还是不错的 热巴这部剧本挑的好 不能总演一些傻白甜的偶像剧 偶尔幻幻风格还是不错的 肖战 肖战的玉谷瑶又发出来了新的物料 看起来剧的质感还是不错的 大概会在八月底与大家见面 而那边也是很重视这部剧 宣传什么的都很给力的 这部剧也是肖战的原声台词 听惯了配音大大 大家现在好像更倾向于原声台词了 赵丽颖 赵丽颖接下来全面进入宣传期搞事业了 商务方面CL彩妆的首位代言人已经宣了 罗伯丁是是口红中最贵的一个牌子 这个代言真的很厉害了 影视方面幸福到万家已经定档了 这部剧是反映现实题材的 导演和编剧都是有代表做的 之后也很好冲奖 总之就是赵丽颖全面杀回来了 刘涛 刘涛现在找上来的剧本也很多 一般都是又红又专正能量的剧本 他很适合这一种角色 他接下来是要和张嘉义一起合作 两个人还是挺搭配的 演技都还受到认可 沈岳 沈岳的发展其实一般 也有女主角的资源 但是合作的对象咖位都不怎么高 他没有作品播出 所以曝光度不高 但是他社交平台经营的还不错 总是拍的Vlog还是挺有趣的 这种分享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增加曝光度 刘诗诗 刘诗诗也是很佛系的 虽然有剧本接了 但是项目目前还没推下去 他也是很久没有形成了 他生活中的兴趣还是挺多的 比如插花 迷宿或者是陪伴小孩子 很会修身养性 都是培养气质的小兴趣 徐凯 徐凯的发展正经还是不错的 和景田一起合作都是平方位的 额的这两天的宣传会他有三部剧 他和杨幂是一部都市的姐弟恋爱情剧 和景田的乐游园 还有和于书欣的一部剧刚刚官宣 是仙侠系列 TFBOYS组合将成为历史 他们有可能续约吗 TFBOYS三小只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作为国内最成功的养成戏偶像团体 他们一直在我们的注视下成长 从出道至今九年过去了 TFBOYS三人目前都有了不错的发展 当初组合成立时期便与粉丝定下了十年之约 不知不觉明年就到了赴约的最后期限 TFBOYS的九周年 没有合体没有任何让粉丝们疯狂的物料 剩下的只有高校女孩在操场上 为自己的青春呐喊 一路陪跑之位赴约 十年之约在即 四叶草女孩们仍然在原地等待 TFBOYS却成了名存实亡的组合 由于公司发展需要 自2017年起他们便各自成立了工作室 表面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实际上围观的群众都看得出来 这是为他们的师弟时代少年团让路 TFBOYS当年横空出世 凭借着养成系的噱头引起了大众的注意 三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 用实力征服了企图看效法的旁观者 他们的成功也为养成系的道路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TFBOYS虽然名存实亡 但是他们在明面上毕竟是组合的一部分 等到十年期满 或许TFBOYS就真的从我们的青春里消失了 有多少人在期待他们能够合体 明年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因为就目前三人的发展形势来看 TFBOYS与公司续约的可能性不大 十年之约意味着青春的散场 最后留下你们喜欢TFBOYS的时间吧 看看谁在坚持一路陪跑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感谢观看视频